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來看技嘉 三支要反彈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大家最怕技嘉的地方 我們就直接講 因為頭信賣很多 事實上你要反向解讀 為什麼呢 頭信一開始只賣一點點 越賣越多 可是本來是長黑 今天變成一個小黑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的頸線是在這個位置 當我們發現一件事 破頸線以後破線不殺 哪一種頸線破了以後變M頭呢 就是你破線以後隔天是多頭抵抗 一小根黑K 小紅後小黑 第三天再一根中長黑 可是你看 第三天的中長黑殺不出來 那有幾個原因 首先我們來講一下 廣達已經開始反彈了 廣達在這一波最強 那幾個邏輯很棒 第一個月級別的月K棒 它沒有日落 沒有日落就是我們看到9月的低點 沒有去跌破8月的低點 如果連9月的低點都破不了8月的低點 你接下來難破了 因為幾個大利空都出掉了 然後再來第二個重點就是伺服器三雄 市場上普遍認為9月的營收有機會比8月更亮麗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繼續來講 因此我們看到它日落根本就沒有成功 對不對 那廣達是最有機會攻上去的 應該是說以今天來講的話 算守住了 那我們用一條60日群 季線沒破 那季線為什麼重要 等一下要跟你們講 所以現在有個問題 廣達如果守住的話 它起一個邏輯 第一個就是說它在這邊交代了一個ABC 那當然鼠坡型的人 你也可能認為說它是一個擴大的整理 就會變成33333 333的意思就是說像這樣子有沒有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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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要五次 最後再來一個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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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勢平台高檔33333整理了 取代ABC 就沒有C波 C波就被沒收了 那就會變成一個往上攻的格局 好那這個也視為廣達 我們看到 因為這裡是除息缺口 不算碰季線 這要把它完全回去 從站上季線以來 一般來講 股票跟季線會有三次相遇 第一個叫做穿越 這裡叫穿越嘛 站上 那第二個叫拉回 那為什麼這裡不算 是除息不算 你要把他完全回去 這邊沒有碰到 第二次叫做拉回 拉回可以跌破 只要你季線是上揚 可以跌破 第三次就做頭 成功的拉回就像這裡 遜星 遜星有沒有 成功的拉回 再創新高上去 一般來講是簡單形態 我們這邊講比較複雜 因為重碼比較多 所以今天來看 廣大已經做指紋了 明天技嘉跟偽創都跌不深了 隨時會反攻 廣大這邊只要帶一個日級別的反攻 他就會在禮拜四禮拜五 把周K線收上去 那這一波伺服器的麥芽就結束了 因為這裡有幾個邏輯 就是說伺服器的麥芽其實不中 那你說融資殺這都無所謂 融資殺無所謂 主要就是投信 因為有的投信他會提前結帳 現在是9月 9月我現在這邊早上上判廠先賣 因為我不想把它直接做到9月底 對不對 因為好幾支投信都有接支股票 那就有部分的投信先結帳 所以你從廣大為什麼當作指標 因為他投信不賣 根本沒有賣壓 你說這個高點 這是輝達公布財報那一天 高點過不去 利空不漲 好像很危險 實際上殺下來也不深 好那我們現在講這個 偽創之所以比較辛苦 原因在哪邊 偽創除了投信少量的麥 那事實上投信偽創不多 所以也不是大問題 偽創問題是融資在砍 那為什麼他有這個問題 就是我昨天跟各位講的 你看其實你仔細看 他有沒有說每天怎麼樣殺 也沒有 他沒有殺 他只是照我昨天跟你講的 他就是這樣hold著 下面拖著上面壓著 這樣hold著有沒有 有看過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 有一種食物叫什麼 鐵板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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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值我不知道 就把你hold著這樣壓著 讓散戶動不了 就是也不給你大跌 然後也不讓你反彈 然後在大盤反彈的時候 讓你錢卡在裡面 使得很多投資朋友們 他無法去參與這次的手機 PC大復活 然後今天的話就是 Soundable那幾支 對不對 就是讓你沒有辦法參與 所以這個是市場上 一個精心的套路 那我就現在來繼續講 這個 所以我跟你講不用擔心 那你看這個融資的賣壓 那我們現在來講 有的人就說那技嘉一定最危險 技嘉下跌的時候融資在增加 剛好相反 我認為技嘉會強力反攻 首先 敗壓很明顯來自於哪裡 就是投信 你看 從投信賣的那天開始 全部都收黑棒對不對 只有一天小反彈 這一天沒有賣就小反彈 所以幾乎這個賣壓 都來自於投信 當時這個地方回檔的賣壓 是來投信 投信賣越多它跌越多 那我問各位 投信有多少技嘉 你賣完也沒啦 就你在賣啊 你賣完就沒啦 賣壓就沒啦 除了你還有誰要賣一技嘉 沒有啦 他在這一天公佈 8月營收嘛 149億 那現在問題來了 假如你9月營收 以8月營收還要高的話 你說這個地方拉回去 要不要站回去那個點 所以其實 很多人在看我們節目一開始 我會講這三支 現在大家就有個問題 我就是昨天講的 除非你三支都追在最高點 現在手上一點錢都沒有 那沒辦法 你一定要做來回操作或換骨 假設說你最高點 你沒有追在這兩個角 甚至於就是說你前面第一波是先出掉 拉回15% 在井縣這附近低接的 不管你接在過去哪一天 我認為你不用殺 因為投信出完了 他就會砍在地板 有人會這樣解 有人說 老師可是這個不對 這個法人再出 然後融資再增加 這個邏輯有問題 你仔細看融資不是這樣子 融資你看這融資它有邏輯的 它怎麼增加 它這裡是不是增加 它是下殺的時候增加 為什麼呢 因為融資在抄底 融資在抄這個底 這一群融資在佈局什麼 在佈局823 823是不是那個歸大公告 那你仔細看 融資增加到什麼地方 到一根藏紅棒出來 融資就不增加了 融資反而什麼 逢高減碼 你看到沒有 這裡漲上去的時候 抄底這一塊的融資不是賺錢嗎 實際上上去了以後 它是在做什麼 減碼 有沒有這裡是在減碼 到這裡是最高點 那下來下殺的時候再增加 未來也很簡單 未來反攻上去的時候 它自動會減碼 這內行的融資 又不是一般散戶 對 這沒什麼 那廣達他們就是 短線上當充的錢跑掉了 當充錢可能跑到別的地方去 新的AI去了 這也沒什麼 但是廣達這邊指紋 對整個大局來講是好事 它就是把那個行情穩住 所以有的朋友是他是這樣子 就是說手上有技嘉廣達偽創 他不敢買新的股票 他怕自己被賠越多 這個我跟你講你也不用擔心 你反而應該要趁著大盤 這次拉回1000多點 總共殺了1200點 殺1200點彈上來 就好比說是百貨公司打折一樣 全管八折 你這時候要減便宜 另外一種行情就是像這種 這比較麻煩 這叫做拖時間 因為它沒有價差 它包含在過去兩個禮拜裡面 都沒有價差 沒有價差為什麼麻煩 你技嘉廣達偽創 至少你衝高的時候可以出一趟 拉回的時候可以低階 但你這黏著 黏著就變成是有沒有 很多人黏在裡面 你說140的光寶科 黏到現在125 說大賠也沒有啦 但是就是就黏著嘛 你看投信 投信買在這邊有沒有 買那個電源供應器 賣在這邊 搞了半天也沒在幹嘛 沒什麼輸贏啊 光寶科當時喊著震天駕響 那一堆在那邊做光寶科 我覺得也還好 我覺得還好 做伺服器那三隻還是賺比較多 價差比較大 你如果問我是這樣 我會做比較兇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 沒有把重心放在光寶科 我知道有很多投稿老師 也不是投投稿老師 很多代操 還有很多投信內飾 就是把光寶科 講得跟什麼一樣 那我是覺得還不如一支電影投控 好那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先跟你們講 很多你們有伺服器三雄的 不要太緊張了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除非你是買最高那兩個點 買在823那一天 我真的服了你 買在824早上開盤的時候 你不要在那個時候 你如果是在打下來10% 或者是說上禮拜五 禮拜四 看在營收那幾天 你去低階的 其實不用太慌張了 反投在攻的時候 其實還有加碼的機會 那現在很多人就是在講說 這個資金怎麼樣 AI會不會 其實我講一個邏輯了 世心是當今 AI佔比最高的股票 他要攻股王 是AI怎麼可能沒有行情 你說一個族群他的領袖 他要去當這個國家股票的股王 他怎麼可能不是主流 他如果不是主流的話 他世心你怎麼敢做創新高 所以我講的東西就是跟一般的 你在別的地方聽到的不一樣 人家說什麼A安降溫 什麼B安 我覺得根本就沒有了 你如果要我們來解的話 只是舊的AI轉到新的AI而已 因為事實上你要這樣子想 你說世心KY它上個月有沒有跌過 有啊怎麼沒有 當然有啊 你就跌穿季線 怎麼會沒有 你這一天不是跌穿季線嗎 季線是60天平均線 你說技嘉偽創現在跌穿60平均線 沒怎樣 還不是收上去的 對不對 就像我當時講的有沒有 你看第一次跌穿在這邊嘛 創意第一次跌穿是不是在這邊 任何股票一定三次啦 第一次叫穿越 對不對 那第二次叫做有點刺破嘛 那第三次這個就當然跌破啦 但是你這次刺破 他往上還有再創新高機會 跟這次世心KY一樣 對不對 那你看他們這幾支 是第一次跌破嘛 對吧 他們這幾支是第一次跌破啊 什麼叫彎頭是 你要把60這條扯彎 拉拉拉拉拉拉拉扯彎有沒有 這個叫彎頭啊 那你少說拜託你要多大點 你這裡就上不去了 這裡有一種情形 就是9月營收出來 如果非常亮麗 然後季星也站不上去 那個時候再來考慮這個問題 否則的話我們都不考慮我們當作 新AI就AI來回操作而已 來我們說這個股是直穩的嘛 那因為你四伏級直穩大盤就直穩了 AI就告訴你說 訊星在拉 AI沒有要結束了 好所以大盤這邊打右腳 但是相對來講小型股一定找得更好 因為我講過 這一次的跪買很明顯 你拉過來 他W底是先越過的有沒有 你這裡沒有越過啊 有沒有 勉強這一根算啊 這邊有一個雙底嘛 雙底越過景限第二天就破了 這不算雙底了 那你就要重新打一個大雙底嘛 所以大盤在打右腳的時候 誰不會在搶 你看這邊沒有漲上去對不對 但是OTC明顯的 搶太多了 你現在已經變成是 這櫃買的指數 他已經變成是下方有個雙底 這頸線有沒有 越過頸線回側 頸線一踩出變支撐 你這還帶日出 這個已經完全是一個底型了 他下一步就是直接要穿越那個季線了 所以行情什麼時候開始 早就開始的啊 我在上個月底的時候 跟你們講說舊AI換新A 然後中小型股大反攻嘛 這個股票一反攻 你就看記憶體也復活了 PC也復活了 手機也復活了 汽車也復活了 什麼都復活了 對吧 什麼都復活了嗎 把自己的心 回到那個一張白紙的狀態 什麼牆就追什麼啦 那如果說手中有一些 套住的狀態 比方說你拉回的過程 然後有一些股票還是不得已的 不得已的就是 買進去的隔天或遇到什麼 投薪的賣壓這種沒關係 投薪的賣壓不會多久 結束了以後就反攻了 那你一定還會有錢 除非你完全不剩一毛錢 你只要手上還有錢拿出來 拼反攻 打平均也要拼反攻對不對 要不然就像我講的全管八折你不拼 手上的現金一百萬也是一百萬 拿出來拼反攻買新的股票 等到你新的股票漲上了 你就發現你舊的股票也解套了 但千萬不要你這裡悲觀 都不漲好可怕破月線都不漲 你看大盤漲我的股票都不漲 然後你一砍我告訴你 你這一次從現在開始 我們說五天之內到下禮拜三為止 你只要砍在低點 你只要一實現你的認賠 你認賠賠下去 只要一抽上來我告訴你 你接下來三個禮拜你都不想做股票 等到你回頭來看的時候 過了中秋股票已經漲七八百點了 忍住 真的忍住 很多人想墮字了後快我知道 忍住 真的啦 當然除非說你是那種 今天墮錯明天又可以追回來的人 這就另當別論 我現在是講給6%到70%普羅大眾聽 那我接下來的15分鐘 就要開始講給短線高手聽 繼續 如果你們這一波有跟著我的節奏的話 你應該發現手上的股票 第一個叫做什麼 IC設計 對不對 我有講過IC設計會大復活 好 那我們看到信華 跟那個四星KY在增股網 那當然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 其實你看這些股票都已經復活了 你怎麼看復活了 很簡單嗎 最後一個第一高點被越過了 空翻多的 第一個條件最後一個高點在這邊 這裡應該要再下去 這裡應該不 空翻格局應該這裡不能上來 知道 就是下N字 再下N字 最後一個高點越過 這一根就扭轉 好 股票都翻多了 好 義龍電來 最標準的PC的股票嘛 對不對 反正你 你不是桌上行 不然就NB嘛 對不對 你不是觸控面板 再不然就一定是鍵盤 所以 義龍電 所以連陽丸的下一次 一定是義龍電嘛 這毫無懸念了對不對 只是說有的人他不喜歡這種走勢 老是很黏啊 你信不信這張股票有人賺大錢 你信不信 現在就是那種紅棒拉不長的 最容易賺到大錢 因為你紅棒拉長的盤中會遇到當沖跟格陸沖 但你那根紅棒只要不超過4% 對不起沒有人要沖你 你就每天3%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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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兩週回來你問他一下 老蔡那次股票賺多少 400多萬 500多萬 30幾萬 講出來要嚇死你 真的啦我不騙你啦 從我跟你講的時候開始 你看自己有沒有講過 我講真的啊 我講真的 我只是講真的喔 不是那種什麼掌停鎖帶跳空 不是喔 你回頭看 從我當時開始講 第一個日出開始 沒有隔多久 也不過就是兩週半對不對 愛你兩週半 從100億來到140 這個時候你會問我說 老師那我當時 好可惜沒有把握到 那現在怎麼辦對不對 你也不用追對不對 你只要認同這個浪潮它回來 重點是你的心嘛 駕馭內心是最難的 只要你放開這個枷鎖 每天都是新的開始 百貨公司不限品盤 全管八折 先買誰啊 先買從來都不打折的嘛 也就是跌下來之前最強 最減不到便宜的嘛 好那我們來看到東陽 今天留上影線 你今天才去追 被電也不能怪人啦對吧 這我講多久了 所以後發現制的提為C 那很簡單嘛 因為它距離季線這麼近啊 所以誰沒有離家太遠 就是看季線嘛 你離家遠不遠 先不管你的距離離家有多遠 你已經出門兩個半月了 這裡叫站上季線 你已經出門兩個半月了 從50漲到80 後知後覺的人才來追汽車零組件 你說你還追東陽 對吧 你在季線這個地方輕輕地買 就是兩根漲停了 我昨天已經跟你講過了嘛 對吧 梗鼎也是一樣 那這個就是 今天有當衝心來帶上影線 我認為有獲利老杰賣壓無所謂 其他的就包括劍林對不對 現在一直一直慢慢回到季線的上方 離季線越近的越安全 再來電影投空一天就直穩了 投信的賣壓沒什麼了不起 投信賣完繼續漲 那今天就是Sundable這幾支 現在在講一個光子的題材 那我們看到 基本上都是過去高速傳輸 跟風訊的那幾支 那麼今天可以看到 站到季線的上方以後 做了一個拉回時均 往上載攻 那當時的這個日出 就是我們說的最好的進場點 對不對 時光你看稍微倒回一下 有沒有 那時候都850 埋著攻上去 準備攻籤嘛 你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用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那今天是訊星 來昨天是一個首音 首音就是站上季線的 第一根黑棒 那是一個最好的絕佳進場點 再來我們看一下前頂光電 也是一樣首音嘛 對吧 好我們看到 今天有一些底部起漲的 包括星通 那因為包括得勝在內 明天有一個重點 就是華星光出關 出關的第一天會有獲利了結的賣壓 對吧 一定會有嘛 甩完以後 也就是今天禮拜三對不對 禮拜五的價格只要比禮拜四高 那就沒問題了 那就開始形成周線大雙底了 因為它已經整理整整一個月了 總共歷經一次分盤 兩次分盤 三次分盤夠了吧 這籌碼已經夠乾淨了 類骨無好惡心中無頂底 放開就是心中的這個枷鎖 那這個行情已經準備要全面反攻了 我覺得這行情要我對你講什麼的話 就是拼了 對吧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稍後一下回來 我們力圖台灣放眼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資決定 與北斑商業台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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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所说两个最强的位置 好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车用继续长 所以我跟教育讲 AI未来就是逐步止稳的 然后加帮 在这个逐步止稳的过程当中 各大主力就故意 把其他股票给拉走 这个阴谋 我前几天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所以你们不要让 这个市场上部分资金得逞 该赚的就是要赚 你不要说都留给人家赚 你看这个车用的功率感 电感都在上上来 现在就几个车用很重要 好一拳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一样 车用散热陶磁基板 这个因为这次的拉回比前次高 所以它季线等于戳两次 这有可能双底 双底拉出来变大底 一拳是直接攻高了 我们看一下精确电池盒 好一家这最标准的EPS的概念股 上半年第二季我记得四毛多 7月还记不记得这里有一个大涨没有 然后那个时候公布单月字节 一个月就赚两毛多 问题是它8月营收公布比7月还高 这边比这边还要高 对吧 拉回整理已经到尾端了 到50左右 这个随时一根红棒就轰了 因为你要扛到一点 这个营收如果越越高的话 先前的那一档股票我们要看一下 像我刚刚讲的嘛 定盈对不对 这一段是因为有投信 有投信 很多股票投信随时会回来 最主要就是要掌握到 刚起涨的那一段 好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股票 抬头显示器那几支 前年曾经飙涨过吗 现在看起来都打底完成了 好这是身家 这个今天留上影线 需不需要担心不用担心 上影线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上影线就是你有题材 这个是全球前面几大的感测IC 就是手机用的 最标准的双底 有没有站上去的 那今天短线有一些当中的卖压 无所谓 这个上影线就像这个 像照例有没有 像照例这一根上影线 就上去了 或者是说我们在讲 比方说联电好了 八月底有一根上影线 对不对 你看联电上影线 创新高 今天上影线的股票 很多都是有题材的 明天都有机会做复原跟反攻 A股无好物心中无鼎底 跟我一起拼了 再讲一次 本波段拉回1200点 正式反攻 跟我一起拼了 明天当然有布局 提前要来布局下周必买的股票 务必把握这个机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作战